跟您看到台北大巨蛋争议 月前远雄回应 北市府提出的两个解决方案说 一面墙也不会拆 今天上午柯文哲表示 远雄也可以提出他们的方案 至于前一天 柯文哲批评大巨蛋 让总统马英九清廉招牌破功 被要求拿出证据 他表示交给联正果员会处理 今天早上台北市长柯文哲 参加进山践行活动 被问到大巨蛋争议 柯文哲表示 大概等远雄想一下 适当的时机 双方再坐下来谈 看这个要怎么解决 我也觉得不是说 一定要照我们的 远雄也可以提出他的方案 前前安检后 北市府提出两个方案 看要拆商场还是拆大巨蛋 远雄说一面墙都不会拆 后来又说不会拆巨蛋或商场 但可以微调 我想是这样 但是那个微调要调到什么程度 如果他提出个方案 我们也是在模型再跑一遍 那看要怎么解决 柯文哲同时表示 不会设定与远雄谈判的时间底线 相信双方讨论一次两次三次 就可以找到平衡点 不需要让台北市民烦恼太久 一个月就够了 本来就是出价还价 讨价还价当中 只有找到一个说 在安全上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那如果确定最后安全方案 最后再开始谈这个权力金 那些要怎么处理 另外柯文哲前一天在凯达格兰学校演讲时 说大巨蛋正义让总统马英九青年招牌破功 被府方要求拿出证据 柯文哲说 很快我想给连政委员会去处理 我想应该现在是四月 应该一个月内 他们应该连政委员会 对大巨蛋会有接案报告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张启琳 台湾台北报道 二号码